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收看热点追踪 我是林希 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6号星期三 请您在节目开始之前 点赞订阅希望之声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消息 亲爱的观众朋友 在节目最后 我们将介绍两款致力于天然健康管理的产品 三高代谢宝 专注于三高管理与排毒 以整体疗法全面调理健康 以及补气18位 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 请留意视频结尾的分享 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新的一代即将开始 七国集团警告俄罗斯 朝鲜部队不得进入乌克兰 欧中关税战的秘密 大选被俄罗斯收买了 格鲁吉亚首都爆发示威 美东时间6号凌晨2点 川普拿下关键州宾夕法尼亚 共夺得267张选举人票 距离胜选仅升3票 虽然计票还没有结束 但川普已经稳赢 针对美国大选 日前经济学人主编比尔埃蒙特表示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领导的美国政府 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共示弱 他特别提到 即使川普再度成为美国总统 他也不太可能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反而有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 艾蒙特在新书《威慑外交与台海冲突》的风险中 深入分析了中美围绕台湾展开的威慑与外交博弈 他认为 随着中共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 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战略对抗的核心 而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 越来越意识到 不干预台湾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 但艾蒙特指出 因为中共不断扩展的军事威胁 让美国及其盟友更加坚定了对台湾的支持 特别是在日本菲律宾等地区国家 也开始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时 艾蒙特分析说 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关键威慑策略是 明确表态 如果台湾遭遇攻击 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 他认为 这一战略目的就是要让中共领导人 每天都在心中盘算 是否值得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军事行动 尤其是考虑到可能与美国的全面对抗 对此 西网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 开南大学国家技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文贾博士 陈文贾博士表示 针对无论是川普或贺锦丽当选美国总统 都不会放弃台湾的观点 台美关系的稳定与支持台湾的立场 根源于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深层结构性链接 这些连接包括地缘政治战略 科技合作 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以及中共威胁的增强与下族需求 为美国无法放弃台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陈文贾博士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 第一点是地缘政治战略的共同利益 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核心地位 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至关重要 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变成抵御中共扩张的前线 美国不仅是为了台湾的安全 也是为了保护在印太地区的利益 若美国放弃台湾将使中共得以突破第一岛链 威胁到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友 并对印太战略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因此不论美国领导人是谁 放弃台湾将使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严重受损 陈文贾说 第二个方面是科技产业的互惠和依赖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全球领先 尤其是台积电在尖端技术制造上的地位 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和产业链安全具有关键性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台湾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 不仅是在经济上重要 更是国防与战略层面的支持 若美国领导人放弃台湾 不仅会让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丧失优势 还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科技产业的安全 陈文贾表示 第三个方面是民主价值观的坚定连接 台湾与美国同样秉持民主制度与自由价值观 这成为双方关系的道德基础和政治正当性 美国长期以来视台湾为民主典范 支持台湾不仅具有道德意涵 更能展示美国对为全球民主领袖的形象 若美国放弃台湾将被视为对全球民主盟友的背叛 而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让其他国家质疑美国的承诺与决心 这是美国外交政策难以承受的风险 陈博士谈到最后一点 第四点是中共威胁的增强与嚇阻需求 随着中共军力扩张和对台湾的威胁增加 美国的战略专家与政府官员 越化意识到对台保护的重要性 正如经济学人前总编比尔所言 美国针对中共的嚇阻策略 主要是透过强化台湾的皇位来遏制中国的扩张 若美国放弃台湾将助长中共的侵略野心 使得美国以及盟友面临更大的风险 因此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 对台支持都成为抵御中共威胁的结构性策略 陈文甲表示台美关系的深厚基础 无论是川普或贺锦丽当选美国总统 都难以对台湾采取弃守态度 虽然政策风格可能有所不同 但对台支持的根本立场将不会改变 这种稳定的台美关系显示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仅是策略性选择 更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合作 确保台湾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美国的战略利益 以上是新网之声记者与明采访报道 11月5日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军队与被俄罗斯部署在前线的朝鲜军队 发生了首次交火 泽连斯基在他每日讲话中说 与朝鲜士兵的首次战斗 揭开了全球不稳定的新一业 此番表态标志着乌克兰政府首次正式承认 乌克兰军队与朝鲜部队之间的交火 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杰姆·乌梅罗夫 也确认了朝鲜部队的参与 并在接受韩国KBS采访时表示 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交战 乌克兰安全委员会反信息分支负责人 安德里·科瓦联科补充说 首批朝鲜部队在库尔斯克地区遭到炮击 朝鲜军队的到来 标志着这场已经持续近三年的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进一步升级 根据情报 朝鲜目前已有超过1万名士兵被部署至俄罗斯 主要集中在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地区 周二早些时候 乌克兰军方报告称 已成功击落了两枚俄罗斯导弹 并摧毁了俄罗斯夜间袭击中使用的48架无人机 乌克兰军方的防空系统在切尔卡瑟、基辅、赫梅利尼茨基等地 成功拦截了这些袭击 然而 扎波罗热地区州长伊万菲多罗夫周二表示 俄罗斯的一次袭击导致至少6人离世 16人受伤 菲多罗夫在电报平台上说 俄罗斯袭击了一个基础设施 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官员也报告称 俄罗斯的一次袭击导致2人受伤 并损坏了3栋公寓楼 朝鲜军队的直接参与 并国际社会愈加关注 七国集团及其盟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严重关切 并对朝鲜与俄罗斯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 表示强烈谴责 同时警告俄罗斯 不得将朝鲜部队投入战斗 声明指出 朝鲜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不仅加剧了战争的危险 也可能导致区域安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韩国和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早前披露 朝鲜军队可能很快被投入战斗 这一消息使得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感到震惊 特别是朝鲜可能将获得俄罗斯提供的先进军事技术 包括可能的核武器或弹道导弹技术 进一步加剧了朝鲜半岛以及全球的安全担忧 美国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赖德表示 朝鲜军队一旦投入战斗 便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 他强调 美国完全相信乌克兰会采取适当措施 保护自己以及其部队的安全 与此同时 泽林斯基呼吁西方盟国加大对朝鲜军事行动的反应 特别是希望西方支持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 精准打击朝鲜军队在俄罗斯的集结营地 乌克兰政府表示 当前朝鲜军队人数持续增加 但西方盟友的响应尚未得到有效升级 泽林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我们看到朝鲜部队的部署正在扩大 但令人遗憾的是 西方的应对并未跟进 七国集团外长在声明中再次强调 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是非法的 并对朝鲜可能向俄罗斯提供的武器技术 表示强烈关切 各国领导人也承诺 将与国际社会合作 共同采取措施应对这一新形势 在全球贸易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 欧盟与中国就电动汽车关税问题展开的谈判 进入了僵局 近期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 征收高达45.3%的关税 并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 欧盟此举是对中共政府给予电动汽车产业补贴的响应 布鲁塞尔认为 这些补贴不公平 扭曲了市场竞争 中国将电动汽车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并依托该行业对抗传统增长引擎的失灵 因此欧盟加征关税 无疑对中国的经济复兴计划构成了挑战 据报道 北京希望通过保持与欧洲的合作 避免将中欧关系推向不可调和的劲敌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罗斯·塞夫克维奇表示 欧盟在处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时 需要保持坚定姿态 以应对所谓的结构性不平衡和不公平的行为 他强调 虽然欧盟不希望展开贸易战 但会力求在电动汽车关税问题上 实现公平平衡 目前已有超过4000人参与了此次抗议行动 并强烈呼吁重新审视选举结果 现场也增派了大量警力 加强对议会大厦的安保措施 示威一度封锁了市中心的鲁斯塔维利大街 反对党领袖表示 将在集会中公布具体行动计划 并强烈要求改革选举制度 瑞典著名环保活动家 格雷塔·桑伯格也出席了此次抗议活动 并声援格鲁吉亚人民的民主要求 格鲁吉亚总统萨洛美·佐拉比什·威利 也发表了对摩尔多瓦选举结果的评论 并提出了对格鲁吉亚选举中 外国选民被排除的严厉批评 他指出 摩尔多瓦的30万海外选民 在本次选举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而格鲁吉亚拥有超过100万海外侨民 却仅有不到10万人能够参与投票 佐拉比什·威利在祝贺摩尔多瓦总统 马亚·桑杜当选时表示 您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并强调摩尔多瓦面临的与格鲁吉亚 相似的外部干涉问题 但最终是海外选民的选票 挽救了选举结果 在此次格鲁吉亚议会选举中 格鲁吉亚选举委员会 仅在海外设立了67个投票站 导致许多格鲁吉亚海外选民无法参与投票 据报道 亲俄的格鲁吉亚梦想党 在海外的选举中遭遇了重大失利 从而引发了该党支持者的质疑和不满 下面是广告时间 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 成为全球健康挑战 很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台湾的陈先生 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 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糖化血涉日是7.9 第一次吃完你们三个月之后 降7.1 再来吃的人在三个月之后就降到6 算正常化 主要我们三高代谢宝 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那个症状 比如说党固醋 三酸甘油脂 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 我胜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 但是有提高一点点 本来是50 现在到52了 像陈先生一样 许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后 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 能够全方位地改善健康状况 或许 这也正是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 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 当然 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 健康520也引入了新的产品 补气18位 补气18位能迅速补充气力 提升体能 为您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 这期的热点追踪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